有200多年的傳統活動 棒龍 苗栗市延續了元宵的這項傳統25年 昨天10組在貓里克加龍競技獲得優勝的10支隊伍 他們是輪番上陣 舞台上不只地上您看到是鋪滿了鞭炮 舞龍的龍頭上一樣也是放滿鞭炮 一點燃下去是火蛙四射 非常的熱鬧 舞龍龍頭放滿了鞭炮 高一點下去鞭炮聲此起筆弱冒出橘紅色的火光 隨後沒幾秒鐘現場瞬間一片煙霧瀰漫 工作人員嘶吼沒有畏懼 拿著舞龍繞場舞動 此時地上可是放滿了鞭炮 也被點燃還在持續翔徹雲霄當中 現場氣氛是相當熱鬧 這也是苗栗著名的傳統民俗活動火彰龍 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苗栗市公所職辦活動也已經二十五年了 只有在客家活動經濟優勝的 十具隊伍才有資格接受炮枕協力 相傳兩百多年前地方瘟疫肆虐 民眾向媽祖祈求庇佑 藉了攻炮城消災解惡下足瘟疫蔓延 因此延續了下來 這次苗栗市府也將傳統與現代結合 不只炸龍還有舞龍光影秀 半透明的舞龍隨著音樂舞動 還有團體扛著兩隻舞龍登臺 在表演者的引導之下隨之舞動 每組團體都展現諸葛茲的特色 精彩絕倫 腦圓消 劇絕有中文報導